从未怀疑过梅庄 看他怀孕后偷偷做了啥 比甄嬛高明多了 雍正到底有没有爱过梅庄 其实 在梅庄没有对皇帝彻底死心的时候 皇帝很在乎梅庄 仅次于甄嬛 尤其是在发现梅庄的聪慧之后 他不仅懂得理财算账 甚至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那一句宁可枝头抱相思 何曾吹落北风中更是令皇帝惊艳不已 但是这段感情 最终因为皇帝的猜疑 被掐灭了 梅庄最终爱上了温润如玉的太医温石出 甚至在太后赐暖情酒的时候 和温石出有了孩子 梅庄出轨实锤后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梅庄可是比甄嬛聪明多了 在发现自己怀孕之后 你看看梅庄做了啥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你看过甄嬛传吗 你喜欢梅姐姐吗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点赞并添加关注 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态度 有人不明白作为嫔妃 皇帝为什么不会怀疑沈梅庄 就算日后赴宠之路有些诡异 皇上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主要梅庄过去无可挑剔 在那一批入宫的女子当中 梅庄和甄嬛算是条件最突出 前者更符合嫔妃定位 长得端庄大气 为人贤淑 这样的女子如果不进宫 真的很可惜 参加选秀时 太后对她很青睐 一向挑剔的雍正 对她也是很满意 就这样被留在宫中 刚进宫就备受皇上看重 算是那批女子第一个受宠 风头就算华妃都比不上 那个时候梅庄还是挺单纯的 对皇上很是真心 没有那么多心眼 否则也不会中了华妃 曹秦莫诡计 被众人怀疑假怀孕 如果雍正冷静一下 就能明白这是诡计 以梅庄当时盛宠的趋势 怀孕不是早晚事 但是当时雍正明显冷静不下来 狠不给梅庄面子 打掉她发誓 在众多嫔妃面前丢尽脸面 雍正当时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般举动 毁掉一个女人真心 宁可枝头抱箱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 这首诗表面是说菊花的品性 宁可在枝头上抱着清香而死 也不会被吹落在凛冽的北风中 实则是在诉说坚韧不拔的心性 即便是清高至死 也不会与人同流合污 甄嬛传中的梅姐姐 也是品性十分高洁之人 一向适才傲物的梅庄 看破了雍正的薄情寡义 即使后来雍正放下架子去看她 她也找理由避开雍正 可以说她对雍正已彻底死心 梅庄被打入冷宫之后 对宫中的一切事情都置若罔闻 只除了温石出一人 甄嬛园走干路寺 不放心梅庄 便托了温石出多多照顾梅庄 在相处的日子中 梅庄爱上了温石出 为了生存她一心一意的侍候太后 太后当然也明白梅庄的用意 因此婆媳二人相处甚欢 可以说太后是真心为梅庄着想 眼看甄嬛怀着双生子回宫 她给了梅庄暖情洒 让她和皇上和好 殊不知梅庄已对皇上死心 而皇上因为自己有愧梅庄 也不想勉为其难 结果两人不欢而散 在暖情久的催化下 梅庄与太医温石出一夜风流 怀上了孩子 可以说这一夜是梅庄最幸福的时光 本来怀上孩子是一件开心的事 可是她避宠多年却有了孩子 那无疑是一场噩梦 不过梅庄想保下他们的爱情结晶 后非中 给雍正戴绿帽子的不止梅庄一位 还有甄嬛和孙答应 孙答应先不说 甄嬛和果郡王那么小心翼翼 最终还是没有瞒过雍正的眼睛 但是 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梅庄呢 一个人想要掩盖某件事情 那么一定会准备得滴水不漏 当时梅庄发现自己怀上了温氏出的孩子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他故意在皇上下朝的时候 装作自己在找手镯 皇上经过 看见梅庄在找东西 便问是丢了什么东西 梅庄回答是皇上所赐的镯子 并且还对皇上说了句镯子丢了 情丢不得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告诉皇上 虽然我们之前有过嫌隙 但我心里还是记挂着你的 我们之前的矛盾都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 我心里还有你 所以要找回这个镯子 皇上看到梅庄如此重视他赐的镯子 又听了梅庄说的镯子丢了 情不可丢 皇上顿时心生怜爱 牵着梅庄的手去了梅庄的寝宫 这一记成功地让梅庄 重新获得了皇上的宠爱 让皇上以为梅庄怀上的是自己的孩子 其实 雍正一直觉得有愧于沈梅庄 毕竟曾经是自己听信谗言冤枉了他 而当时的沈梅庄是深爱着他的 他却没有选择相信 伤了他的心 所以雍正心里肯定还是觉得亏欠了沈梅庄的 这份愧疚之心 令雍正惊喜于沈梅庄 还愿意花心思用镯子来讨好自己 这样一来 他哪里还顾得上怀疑 不过设计复宠 不过是沈梅庄的第一步 虽然聪明 但其实也算不得手段多高明 他真正称得上比甄嬛还要聪明细腻的举动 可能连观众都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那只手镯在沈梅庄假意寻找之后一直戴在他的手上 至死也没有取下来过 这对于雍正是一种证明 证明沈梅庄一直将二人的情分铭记于心 片刻不敢忘怀 也就是说 他戴的不仅仅是手镯 更是对雍正的情分 不过对于沈梅庄本人而言 他戴的既不是手镯 也不是什么情分 而是他们母子二人的免死金牌 这就是沈梅庄的智慧 他不以语言来向皇帝证明自己的心 他要皇帝去发现去挖掘 然后自己得出原来这个女人一直爱着我的结论 沈梅庄获得皇上信任的原因 雍正皇帝本就多疑 可他为什么怀疑甄嬛的孩子 却不曾怀疑过沈梅庄 正是因为沈梅庄的机制 由此才化解了危机 他清楚地知道皇上喜欢什么 于是借丢镯子事件让皇上看清他的情谊 尽管丢镯子这件事披露百出 戴在手上的镯子怎么会那么轻易地丢掉 又恰巧丢的是皇上赏赐给他的那一只 更巧的是 他竟然和皇上偶遇了 以皇上多疑和猜忌的性格 肯定也能猜想出来是沈梅庄精心设计的这段偶遇 可他对于沈梅庄是否设计这段偶遇并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沈梅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 镯子丢了 情丢不得 这句话更是让皇上心里格外暖 他确信沈梅庄心里是有他的 所以他宠心了沈梅庄 自然也以为沈梅庄所生的静和公主 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对静和公主也百般宠爱 一句镯子丢的 情丢不得的话就牢牢套住了皇上 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皇帝对自己有愧疚 他,他的孩子,他身后的母家,他心爱的温时初 不能因为自己和温时初的这件事就全都丧命 就是这个镯子,梅庄连死前都戴着 时刻戴着皇帝送的镯子也是为了暗示提醒皇帝 自己之前不过是与皇帝稚气而已 实际上自己对皇帝有多么的情深义重 好让皇上不会怀疑他别有用心 而且沈梅庄除了在开始的时候去甘露寺看过甄嬛 就再也没有出过宫,一直在深宫内围着 自然不可能和他人有私情 再说沈梅庄一直都很低调 除了安令荣看出来 甄嬛都没有看出来他和温时初有私情 所以皇帝自然也是很难发现的 自然不会怀疑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再者,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温时初一直和甄嬛相交甚度 沈梅庄反倒一直和甄嬛较好 但是身边从来都没有什么十分亲密的男性 而甄嬛后面遇到的果郡王恨不得天天在自己的脸上 写着我和甄嬛有私情几个大字昭告天下 这么一看,沈梅庄的手段与心机更适了得 先利用皇帝的愧疚之情 轻而易举地谋得后四正统之位 然后又在怀孕之后十分低调 所以除了当事人温时初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也是很自然的情况了 还有,那个被他称为入宫那年皇上送的手镯 一直戴在他的手腕上 直到被惊吓早产 血崩而死的时候都没有摘下来 皇上日日看着这个手镯 想着对梅庄的亏欠 又怎么能怀疑他呢 不过,虽然没有在怀孕期间受到过怀疑 沈梅庄也并没有收获完美的结局 滴血厌亲那日 他听到消息后太过震惊 产下静和公主后便发生了血崩 临死之前 他躺在温时初怀里 那一刻 他终于可以和心爱的人相拥了 雍正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就算是他伤害过梅庄 但是他依然相信梅庄心里有他 所以才会不怀疑梅庄 不得不说 梅庄的手段也确实很高 只不过他的性子 懒得去争 懒得去抢 以他的心机 若是耍起手腕来 甄嬛恐怕都不是对手 作为帝王的自信 雍正自然不会想到柔顺的梅庄 会背弃女子的三从四得 给自己戴了那么大一顶帽子 宫中早产的孩子也不仅仅是梅庄 甄嬛的双生子不也早产了吗 所以梅庄早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梅庄在内在外的仪态 都符合封建女子的行为 所以谁又会疑心梅庄 会背着皇帝与别人有私情呢 皇宫内院 男子本就不多 除了太医就是太监 在这种情况下 女子要找一个心仪的私情对象 也并不容易 就是宫女也未必愿意找太监作对时 除非走投无路 像崔锦西一样要利用苏培圣 寂寞的宫殿之中 那夜夜的寒冷 谁又能理解呢 皇帝的情感始终不会如一 那后宫的女子 就像春天的花朵开也开不进 甄嬛说不愿意以色弑君 可到底皇帝还是爱青春的 新鲜的面孔 皇宫禁锢的是肉体 那么灵魂呢 总是会找个地方去飞翔的吧 我是你的老朋友麻辣爱姐说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喜欢梅姐姐吗 你认为最后温太医对她动心了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就请点个赞哦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